当了99次恶毒女配后 她决定不干了 凭什么作家一句话就能轻易左右她们的人生 甚至还总让她们强行降制 只为给男女主铺路 今生她决定当个善良的恶女 努力改变恶棍老爸 希望能改写悲惨命运 眼前这个被万人唾弃的女孩 即将迎来自己的第99次死亡 明明她没有做错任何事 却因父亲坏事做静落的这么个下场 有时候真的很无奈自己是恶棍的女 想到这里她看向了面前这个即将结束她生命的男人 明明他们有着同样悲惨的童年 但却因为她是男主 就能成为万人敬仰的国王 真不愧是作者的亲儿子 国王表示只要她现在肯下跪求饶就能服毒自尽 而不用在这里被痛苦的一箭穿心 但对女孩来说反正横竖都是死 所以她干脆让国王尽管放了过来 国王被气得高高举起了剑 正当女孩以为一切终于能结束时 她再次回到了熟悉的灵魂空间 这个世界的所有人物都是由作者一手创建的 大致分为主角和配角 主角能够拥有自己的自我意识 而配角只能按照作者给的设定推进剧情 任何违背人物设定的行为都是不允许 而女孩是专业的配角扮演者 当过99次恶棍的女儿 千篇一律的恶女设定一度让她很崩溃 只要进入书中世界她就会失去原本的记忆 然后像个皮线木般走剧情 不过刚结束的第99次人生 是她目前为止挑战过最难的父母 爸爸是个执着于妈妈的偏执狂 从小对她不闻不问 如果爸爸能成为女儿女 说不定他们家结局也不会那么悲惨 但很可惜作为恶毒女配的她没有纯生的机会 作者只会怜悯她的主角们 正当女孩这么想 时身体周遭突然出现奇异的光芒 这次怎么这么快就迎来第100次人生了 希望今生别再那么悲催了 女孩刚许完愿就听到了熟悉的谩骂声 而她也惊奇地发现 自己这次竟不是以小婴儿的形态穿梭 看着眼前骂骂咧咧的红毛侍女 她下意识地叫出她的名字爱丽丝 结果喜提爱丽丝一个大逼风 你这臭丫头居然敢随便叫我的名字 女孩这才意识到眼前的侍女 正是前世百般欺负她的恶毒侍女长爱丽丝 为什么今生还会和她有瓜葛 也太荒谬了吧 而且这周围熟悉的环境 以及这一头熟悉的黑粉 难不成她终于得到了作者的怜悯就此重生了 而现在的时间线正是妈妈逃离爸爸借宿自觉家 然后他们母女俩遭受非人虐待的时候 正当她愣神之际 可恶的自觉已经闻声而来准备把她关禁闭 但一想到爸爸很快就会来救她 女孩就勇敢地站了起来冲着自觉吼 你这家伙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居然敢让我当奴隶 但根本没人把女孩的话放在心上 自觉更是有恃无恐 毕竟爸爸可是都不知道女孩的存在 接着她就毫不留情地把女孩扔给爱丽丝 让她把女孩关进仓库 听到仓库女孩顿时意识到不明 按照剧情发展她会一直和妈妈待在一起 而妈妈唯一一次在仓库是去世时 果然她被扔进仓库后就看到了妈妈冰冷尸体 女孩顿时气不成声 可恶的作者为什么非要让她重生在这种时刻 今生她还是没能救下妈妈 那个这么多时钟 唯一给予过她温暖的女孩 还是永远地离开了她 突然女孩听到身后传来细微的响动 她当即回过头查看 却发现了角落里的金发少年 由于前世就是死在金发的男主手下 导致她对金发一直有心理阴影 想想男主也是和她差不多年纪 难道眼前的少年是男主 但现在的男主明明不该在这里才对 为了确定她究竟是不是男主 女孩直接一把掀开她的刘海 看到那双漆黑的毛子 她才终于松了口气 看来这不是男主 男主应该是金毛才对 她为自己刚才的无理行为 向少年道了歉 却很快意识到了不对劲 明明按照恶毒女配的设定 她不能做出这些举动才对 但现在好像没有那些限制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她开始对着少年嘘航问问 没想到竟然都顺利地说出了口 这让女孩激动不已 但很快她就发现了少年的不对劲 为什么她总是一言不发地蜷缩在角落里 正当她准备上前一探究竟是 少年的肚子突然爆发出巨大的咕咕声 女孩这才意识到原来她是饿了 于是献宝似地掏出了自己的牛角包递了过去 但少年却一直拒绝她的好 这让女孩恼火过来 好不容易想当个善良的恶女 这小子居然这样不领情 于是女孩直接一把拽过少年 一把把牛角包塞进她嘴里 不好意思 手滑不小心扔你嘴里 经过这么一闹腾 少年总算愿意吃她的牛角包 而两人也因为牛角包拉近了关系 女孩得知了少年名叫锡安 两人聊了一会儿后便各自睡去 等到女孩再次醒来 却发现锡安不知所踪 难道这小子还能自己一个人 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去 但很快他就无暇顾及锡安 因为他身后的墙突然炸开 然后一个跟他九分相似的男人冲了进来 紧紧搂住了妈妈 原来是他那片之狂爸爸终于来了 恶魔公爵为寻找妻子 不惜把整个帝国掘地三尺 谁知再次见面 使妻子已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还给他留下了一个长相 酷似他的小女 但他却并不关心女儿的死 毕心只想复活他的妻子 殊不知正是这个举动 最后造成了整个家族的负面 而作为重生者的女孩 对这个狗血剧情 更是在轻丑不过 所以再次面对风批老爸 使他的内心无比惆怅 果然这家伙在得知妈妈的死讯后 直接不分青红皂白的差点 用魔法掐死他 真是服了这家伙 发疯前就不能仔细看看他的脸了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他们是亲妇女好吗 而且他这个手无腹肌之力的 五岁儿童怎么可能会是杀人凶手 好在爸爸身边的骑士团 团长是个正常人 一眼就认出了 那个公爵大人 你不觉得这孩子的发色和铜色很厌熟吗 而且他还叫夫人妈妈 一时间场面变得极度尴尬 爸爸总算停止发芳 然后让团长把女孩一礼带上 之后有时间再进行亲子鉴定 他们穿过长长的走廊 来到关押子爵的地方 子爵一见到爸爸立刻开始求饶 公爵大人这是天大的误会 当初夫人借宿我们家时 完全看不出是贵族 我又怎么可能会想到 她是公爵夫人呢 女孩听到这话忍不住想翻白眼 这家伙当初明明收下了 代表公爵家的黑豹兄贞 居然还敢在这里睁眼说瞎话 好在爸爸也没惯着她 直接一把抓起她的头发 我早就四处传播了 我在寻找公爵夫人的消息 你当真一点也不知道吗 眼看子爵还在嘴硬 女孩直接跳出来指认 她早就知道了 是故意瞒着不说的 因为她憎恨我们家族 即使妈妈生病了 爸爸还是更倾向于相信女孩 于是接下来 她就做了一个 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 她竟然让五岁的女孩 自己决定对子爵的主 以此来证明 她是公爵家的血脉 起初子爵以为 自己终于能死里逃生 虽然这女孩 是个比公爵还狠的角色 既然如此子爵 就让我们先从 你的小拇指开始弹起 毕竟你也知道 我们家族一向以恶魔著称 所以这种程度不算什么 子爵一听这虎狼之词 连忙拽起女孩的一脚求饶 但女孩却只是眼神冰冷地 看向她 现在求饶太晚了 我会从你的手指和脚趾 一点点开始 毕竟如果直接从脖子开始 就不好玩了 一旁的团长听到五岁的女孩 说出那么狠毒的话 吓得浑身发烂 真不愧是公爵的直系血脉 小小年纪就那么有血性 而爸爸似乎对女孩的表现很满 突然感慨女孩眼睛 还是有点像他 当然最后他们并没有 对自己觉得怎么样 反而是这家伙 自己把自己吓晕过去 接着他们还在仓库里 发现了昏迷的西安 看到西安被爆出来那一刻 女孩顿时紧张的不行 连忙拽着爸爸的一脚 求她放过西安 结果爸爸却突然扑斥一下 谁说我要杀了那小子 然后便命人把西安 带回公爵府治疗 处理完自爵府的事情后 女孩就随着爸爸 坐上了回家的马车 此刻的公爵府内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庸人们纷纷讨论着 素未磨面的女孩 其中菊发侍女丽莎 更是被侍女长 任命为女孩的专属侍女 很快爸爸一行人 便抵达了公爵府 看到爸爸抱着妈妈下车 以及默默跟在后面的女孩 丽莎顿时心疼不已 下定决心以后 一定要好好照顾女孩 看到丽莎如此灿暗的笑容 女孩也很不适应 在她的记忆里 丽莎只要一笑 她就会开始找麻烦 久而久之丽莎 就变得沉默管言起来 现在想来都是她的罪过 把好好一个人折磨成内容 经过一番梳洗后 丽莎便带着女孩去吃饭 看到厨师长 在她面前跃跃欲试的模样 女孩突然就觉得良心很痛 前世她没少以男赤为由 倒掉了厨师长辛苦做的饭 不过更令她感到负担的是 室女们灼热的事情 前世因为她的种种恶行 室女们都对她避而远之 所以如今接收到这么多慈爱的眼神 还真令她受不了 甚至丽莎还想永远和她在一起 这可真是甜蜜的负担 不过最令她不可置信的是 丽莎眼中爸爸的形象 没想到这些年 爸爸四处寻妻的英勇事迹 竟成了丽莎幻想中的 深情爱妻的男主 她还祝愿女孩能找到 像爸爸一样的好男人 对此女孩只能呵呵一笑 只怕她这个恶毒女配是无福消瘦 她的爸爸是史上最强巅工 为了威胁皇后帮她复活妈妈 她竟每天都给皇后送个人头 可怜的皇后不仅被她吓得精神失常 最后还直接被她给嘎了 就凭她那个颠样命门也是应该的 只是作为她孩子的 他们实在是无辜的 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却要陪着她一起接受成功 一想到今生还要再经历一遍 女孩就觉得生无可恋 而看到她这副模样的丽莎 显然是误会了什么 竟然滔滔不绝地和她讲起了 他们家族的各种优点 起初刚刚不如社会的丽莎 对侍女一直是很猛 因为之前听说过很多 在贵族家工作的侍女 一起死亡的事 但来到瓦罗亚公爵家 她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这里每天朝九晚五 还能准时下班 其次不光供应一日三餐 而且每顿都很好吃 然后还专门给佣人配备了信息室 最重要的是 还有长时间的休假 这里简直就是 打工人梦寐以求的天堂 女孩听到丽莎这话汗言不已 丽莎好像从未想过 她能有这样幸福的生活 都只是因为身为主人的爸爸 整天不倒家的缘故吧 前世她来到这里后 可是直接把丽莎当牛马事 要不是今生 她终于能够摆脱人物设定 丽莎恐怕还要重新继续 她的牛马人生 但丽莎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还在询问她听了这些 有没有觉得自己家族存了不起 于是女孩只能敷衍地回应 瓜你说的是真的吗 可我在外面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我听说咱们家族 会把不听话的庸人大切罢款 丽莎一听这话顿时恼火 宫女大人 你可不能听那些混蛋乱嚼舌根 瓦罗亚家族仅凭卓越的建树 就成了四大家族之一 而且还是帝国的开国功臣 最重要的是 每个直系继承人 都有自己的专属猫火 是非常强大的存在的 所以宫女大人 你应该为自己的家族感到自豪 看到如此忠心耿耿的丽莎 女孩顿时惆怅不已 她说的的确也没错 如果爸爸没有对妈妈的复活 有那么疯狂的执念 也许他们家族 还真不一定会那么容易复免 但改变爸爸 真的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 毕竟他对妈妈的执念 早就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而这些早就对爸爸 不爽很久的贝尔公爵也察觉到 他一直很嫉妒 瓦罗亚家族 直系血脉拥有的强大魔力 并且早就迫不及待想高跑他们 所以当他得知爸爸 没有为妈妈举办葬 而是用魔法保存了妈妈的一体时 他很快就有了对恶毒的想法 决定利用妈妈 让爸爸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另一边守在妈妈身边的爸爸 又是喝了一夜的酒 而管家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 只是默默地上一杯水 告知爸爸贝尔公爵来 不过当他看到床上的妈妈时 还是觉得甚得慌 恕我直言公爵大人 您准备把夫人放在这里 放到什么时候 爸爸一听这话当即不乐意 我把妻子留在自己身边做错了什么 不过很快他又想到妈妈生前 最喜欢阳光和鲜花 于是决定把妈妈安排到院子里去 经过一番梳洗后 爸爸便赶来见了贝尔公爵 贝尔公爵看到爸爸 那仍旧帅气的脸庞顿时愣住 不是说这家伙整天泡在酒罐子里 怎么皮肤状态还这么好 接着贝尔公爵上来 就对着爸爸一顿安慰 您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吗 听说公爵夫人不幸离世了 不知道葬礼准备得怎么样 人死不能复生您要节哀呀 爸爸听到这话顿时脸黑得不行 我不是早就说过我不办葬礼吗 还有你是不是故意来嘲笑我 如果是这样我不介意 让你妻子看到你的尸体 眼看爸爸的魔法攻击就要邪 贝尔公爵连忙求饶 请您冷静一下公爵大人 我今天来是帮您救夫人的 不过我得事先问一下 您为了夫人愿意做任何事吗 面对这个问题 爸爸毫不犹豫地回答 哪怕是下地狱他也带了东西 贝尔公爵一看他上钩了 当即讲出了自己的办法 原来他竟想哄骗爸爸去找传说中的黑魔法师 然后通过献祭活人的办法复活妈妈 当然如今的爸爸是不会轻易相信他的无稽之谈 但以后走投无路的爸爸 究竟会不会为了这渺茫的希望走上绝落呢 这个世界的重生者向导 竟是一只黑色的小胖女 而且他还告诉女孩 只有用爱感化爸爸才能改变悲惨结局 于是自那之后 即便知道自己的爸爸很颠 女孩也会义无反顾地奔向他 前不久可恶的贝尔公爵企图诱惑爸爸寻找黑魔法师 虽然爸爸并没有答应 但却更加疯狂地寻找起了复活妈妈的房子 于是他就这样一连好几天都没回过家 还好女孩的身边还有佣人们陪着 侍女们激情地用玩偶给女孩演舞台剧 但经历这么多事人生的女孩 总就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 不过看到侍女们那阴气的目光后 她还是很努力地捧起了她 毕竟眼下她的计划还需要她们的帮助 经过深思熟虑后 女孩发现改变爸爸并不是以前容易的事 所以她给自己制定了备选计划 那就是逃离这里去过自由的生活 但这就需要一笔紧急资金 而且还要偷偷把这笔钱提前转移 因此这就必须要得到侍女们的帮助 这是丽莎带来她想吃的奶油蛋糕 女孩却下意识地说出自己又想吃樱桃馅饼 说完她才意识到自己前世的臭毛病又发 因为总是这样随心所欲地折腾丽莎 差点把丽莎给整崩溃 如果她是丽莎的话早就给她下毒 想到这里她连忙接过奶油蛋糕和丽莎到了血 以后还是需要更加小心谨慎些才行 不过女孩完全想不到今生的丽莎 她们比前世还要喜欢她 看到她今天闷闷不落的梦子 她们立刻就反思可能女孩不喜欢她们整天围着人 为此她们特别制定了让女孩独处的记忆 想让女孩一个人好好放松一下 结果没想到却适得其反 反而让女孩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看到这些天没有一个庸人愿意接近她 女孩就忍不住难过地大哭了起来 不过她又想到没人会愿意安慰恶毒女孩 便愿意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想把眼泪憋回去 谁知这时丽莎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握住她的脸 小姐再怎么难过也不能伤害自己 紧接着一大群庸人全都冒了出来关心女孩 直接把女孩给整崩了 直到丽莎当着她的面宣布独处计划暂时终止 她才好像意识到什么 感情这些天她们都是故意的 但还没等她多想医生女孩 只见她轻轻捏了捏女孩的脸颈 便下结论说女孩没事 这可把丽莎气坏了 非压着她再仔仔细细检查一遍 最后在医生的再三保证下 她们才相信女孩没事 只是女孩没想到她只是拍了下自己的脸 竟能让整个府里的庸人放下手上的工作来探望 这突如其来的关爱忍不住让她小脸一红 结果被眼尖的丽莎发现 又是压着医生一顿解决 为了拯救可怜的医生 女孩只能说出了事情 结果没想到大家听了之后都哭了 原来他们都很后悔自己没能早点发现女孩的孤独 为了弥补女孩 丽莎当即掏出一只白猫玩偶送给她 女孩一想到上辈子自己把玩偶拆了就亏就不 当即发誓今生一定要好好爱护 等到大家都离开后 女孩便抱着玩偶沉沉睡去 谁知竟在半夜听到了敲窗户的声音 正当她以为是刺客小心翼翼的前去查看时 才发现居然是一只会说话的黑色小胖鸟 而她一见面就说出了女孩重生者的身份 女孩仔细打量了她一番 觉得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重生者的帮手 只是还没等她多想 小胖鸟就被丽莎一把抓了不去 女孩没想到丽莎大半夜不睡觉还在暗处手 眼看小胖鸟就要被她扔了 女孩当即急了 连忙表示小胖鸟和小猫玩偶一样都是她的朋友 这次是她邀请小胖鸟来参加秘密聚会的 丽莎听到这话突然觉得良心很痛 狠狠撞向了一旁的墙壁 她必须要守护女孩的童心才行 不过她也很想参加女孩的秘密聚会 于是当即表示以后也要戴着动物面具和女孩举办一次 在得到女孩的默许后 她才欢天喜地的离开 必杀走后小胖鸟就喋喋不休的和女孩抱怨起 被她烦得不醒女孩便拿出了珍藏的草莓蛋糕 起初小胖鸟还不屑一顾 但很快她就一头扎进蛋糕吃了起来 吃完蛋糕的小胖鸟终于冷静了下来 给女孩看了神明写给她的信 原来这一次的重生人生是神明给女孩的礼物 她希望女孩能利用这次机会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爸爸现在的状态 女孩对这个神明的旨意一头雾水 但小胖鸟却早已挥着翅膀走了 这让女孩惆怅不已 她都没机会见到爸爸要怎么改变她呢 为了改变巅宫爸爸 女孩不得不搬出自己已经是去的白月光妈妈 谁知这招竟对爸爸出奇的受用 她不仅乖乖和她一起吃了饭 还瞬间就光盘了 就连厨师长都忍不住留下激动的泪水 感叹一句公爵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多东西 果然是去的白月光永远都是巅宫的致病娘娘 这天女孩被丽莎早早的喊了起来 还打扮得非常正实 原来昨天医生趁着看病室 偷偷采集了女孩的血液做了亲子鉴定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女孩是纯正的直系血脉 而今天爸爸会为了确认结果回来 所以丽莎才早早的就替她书戏打 不过女孩知道这些都是无用功 毕竟前世她致死也没和爸爸一起试过一周 期间有过几次机会最后也会被告知过来 但庸人们却坚定的相信爸爸一定会来 特别是眼前这个蓝犯人 她是爸爸的辅佐官阿家沙 也是管理公爵服财政大权的人 于是女孩便趁机询问起辅佐官 她什么时候能开始领零花钱 当得知下个月就能开始领钱后 女孩顿时喜笑颜色 要知道瓦鲁亚家族的零花钱可是相当可观的 只需要存三个月就能买套房 到时她就能随时跑路 想到这里女孩直接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辅佐官看到那笑容简直和爸爸如出一致 不由感叹基因真是强大 女孩听到这话顿时尴尬 不过她很快意识到了不对劲 为什么辅佐官一直叫她笑容 感觉有被冒犯吗 但辅佐官对此却有事 等女孩什么时候长大了她才会叫她 女孩一听这话顿时火冒三丈 当即决定以后也要叫辅佐官宝贝 没想到辅佐官竟表示小孩和宝贝是最佳拍的 这离谱的脑回路顿时让女孩无语至极 果然巅宫身边的人也不太正常 这是一个侍从急匆匆进来递给辅佐官一封信 辅佐官看完后便让她直接开发 不用想也知道爸爸这次肯定不会了 果然还是和前世一样的宿命 想要改变爸爸还是太难了 但女孩完全没想到今生的转机会在她午觉前的后会 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女孩习惯地呼唤起了丽莎 结果却发现以往随时待命的丽莎竟不在等位置 而且整个府里突然静悄悄的一个庸人影 等她走了一段路后才发现了愁容满面的丽莎 丽莎一见到她顿时紧张地不醒 当即就想逢她回去继续睡午觉 但已女孩活了这么多是人生的经验来看事情并不紧 果然下一秒她就听到了辅佐官在和爸爸汇报的声音 于是她当即毫不犹豫地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跑去 一路上佣人们惊慌失措地向左边 但她的眼里却只有那朵黑色的声音 终于她一把抱住了那个声音 但当她缓缓睁开眼时 却发现了自己身上不知何时沾满的鲜血 而爸爸则犹如地狱归来的恶魔一般静静凝视着她 她被爸爸的模样吓了一体 忍不住后退了几 爸爸见她这样当即被过身去让她等会消失 但是她那沙哑的嗓音让女孩意识到 果然下一秒她就看到了爸爸红肿的眼眶 难道她哭过了吗 前世她只知道爸爸是个执着于复活妈妈的怂恶 但她却从未想过爸爸在失去唯一的挚爱后该有多难过多 她其实只是希望自己的爱人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 却在这期间做了很多措施被世人误解 想到这里她突然有点心疼情那样的爸 今生就由她来改变她了 于是她连忙叫住了即将离开的爸 妈妈曾说过要暗示什么 你不好好吃饭的话她会担心 提到妈妈后爸爸的眼神突然有些许光亮 然后一把扛起女孩让厨师长准备食物 就这样女孩毫无征兆地迎来了和爸爸两世人生以来一起吃的第一顿饭 她故意在爸爸面前吃得很夸张 并告诉她妈妈喜欢好好吃饭的人 果然这招对爸爸很有用 只是她似乎嫌面包吃起来很麻烦迟迟不肯动嘴 于是女孩只能使出杀手锏 爸爸呀你知道这个面包能被端到餐桌上有多少人付出了心血吗 你不吃的话他们都会很伤心的 而且必须要吃光光哦 不然就要惩罚你 爸爸看到女孩那比划的小模样顿时愣住 曾几何时妈妈也从那样在餐桌上教训她 母女俩的神态简直如出一辙 想到这里她忍不住询问女孩剩饭时妈妈是怎么教训她的 女孩只能扯了扯脸颊表示妈妈是这样教训她 感觉脸颊都被妈妈扯瘦了 结果爸爸听到这话后光速吃完了面包 从你吃的那个样子来看脸颊是不会轻易瘦的 那接下来你就慢慢吃吧 一定要全部吃完哦 说完这些后爸爸又光速离场 留下女孩一人在风中凌乱 真是的哪有人和别人吃饭吃那么快的 妻子去世后 她竟每晚都和她的尸体相拥而明 整日活在痛苦懊悔中 直到这天被她忽视已久的小女儿坚定地挡在她身前 告诉所有人她的爸爸不是怪人 小小的身影莫名触动了她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就在不久前女孩好不容易成功和爸爸一起吃了第一顿饭 结果爸爸却直接迅速光盘走人了 这令女孩郁闷不已 照这个进度下去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和爸爸真正拉近关系 不过爸爸这边哭起不停 今生她和庸人们的关系意外进展得很顺利 特别是丽莎变化的最明显 甚至还主动给她安排了动物秘密剧 尽管她们叽叽喳喳的真的很惩 但女孩竟莫名有点喜欢这种大家围绕着她 一不小心就把带来的甜点全说了 丽莎她们见状当即决定再给女孩拿起馆 结果她们前脚刚走 后脚爸爸就突然出现了 看到女孩一个人孤零零的模样 当即便准备带她去吃饭 女孩刚想说丽莎她们马上就回来 结果爸爸却说之后要好好处理 随便丢下她的优秘 吓得女孩极力为丽莎她们便捷起 但爸爸却认为她和妈妈一样都太善良 最后女孩还是被爸爸强硬地架着去吃饭 在吃饭时她突然想到同事们 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主动和恶贯情景 没想到意外的很成功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女孩决定放手一搏 首先她冲爸爸卖了个忙 爸爸牛排真好吃 还有草莓蛋糕也很好吃 你要不要尝尝看 说吧她直接插起一块草莓蛋糕 献宝似的递到爸爸嘴边 结果爸爸却只是冷冷开口说道 所以你想让我做什么 这是什么直男发言 此刻一个满怀希望的小女孩轻轻碎掉 就是说吃一口有那么难吗 难得她都那么卖力地推荐了 但无论她怎么用力地晃着手中的蛋糕 爸爸却依旧不为所动 看来她完全就不懂这种互相分享喜欢食物的意义 难道在爸爸的思维里吃饭就只是简单的吃饭而已 想到这里女孩失望地搭了下脑袋 叉子上的蛋糕也掉了一大半在地上 爸爸看到后当即命令庸人赶快打算 听到这话女孩终于绷不住 你为什么就是不懂 我给了你我最喜欢吃的食物 但你却要那样无情地拒绝我 既然如此以后也不用一起吃饭 看到女孩那委屈的小模样 爸爸终于主动开口解释了 因为在意你才想和你一起吃饭 现在看来不吃蛋糕的话恐怕是不行了 说吧她一口吃下了女孩叉子上剩下的一点蛋糕 接着还小心翼翼地询问女孩需不需要再吃点 女孩当即表示这些就足够了 今天和爸爸的关系能取得这样重大的突破 令她高兴不容易 以至于半夜兴奋地睡不着偷偷溜出来吃东西 谁知却看到了令她终身难忘 爸爸的房间门口满是碎片 而她自己则浑身是血的在房里 这一刻女孩才意识到失去妈妈的爸爸 次日爸爸突然发起了高烧 但她却还是毅然决然地准备出门 任凭辅佐官和医生怎么准备都没 这时辅佐官想到说不定女孩能阻止她 便急匆匆地找到了女孩 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即便明白自己这么做可能会崩坏剧情 但女孩还是选择和辅佐官走一趟 结果等他们见到爸爸后 女孩却没有如同辅佐官想象中那样的 而是助爸爸一路顺风 就在辅佐官对此横不解释 女孩突然挡在了爸爸身上 为什么要阻止爸爸出去 爸爸他不是怪人 他只是太想念妈妈了 说爸他轻轻拉住了爸爸的手指 但是爸爸你一定要答应你 吃饭睡觉 有了好的身体才能找到办法 看到女孩那张扑似她的小脸 爸爸突然觉得内心柔软的一躺 这孩子虽然有着和他一样的外衣 但一言一行却和妻子出奇的相似 直到这时他才突然醒悟过来 失去妻子的并不仅仅只有他一个人 还有孩子们也失去了他们的妈妈 现在仔细想来自从把女孩借回家后 他确实改变了不少 即使在外面遇到和他差不多大了 也会放下杀星寻个好人家收眼 也许女孩真的是妻子送给他最好的礼物 这样小小的一个人 却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他的一言一行 被侍女怒斥是最糟糕的爸爸后 史上最强颠弓自闭 当即掏出儿童心理学仔细钻研 毕至成为优秀爸爸代表 前不久在女孩的劝说下 爸爸终于不再拖着病体出门 而是一反常态的乖乖待在府里陪了他好几天 父女俩之间的隐形隔阂 好像在那天便全部挖起了 这让府里的佣人们也是欣慰不已 这天医生来为女孩例行检查身体 并且掏出他独家配置的成长营养剂 送给了女孩 希望女孩快快长大成为称霸帝国的宝 女孩看到他那幅花的模样一脸猛逼 直到无意间撇到了书架上的儿童心里 他才好像明白了什么 为了不让医生扫兴 女孩当即配合得高兴了两下 一下就给医生哄得心花怒发 正当两人讨论的热火朝天使 副左官突然跑来找 一见面就扑通一声跪下 小孩姐你是我永远的姐 真的很感谢你那天及时阻止了公爵大人 老实说一开始我是埋怨你为什么不挽留公爵 直到听你说完那些话 我才发现是我们一直忽视了公爵的感受 女孩见他这样当即安慰 宝贝其实你对爸爸来说也是很珍贵的人 你一直都在担心着 谁知副左官一听这话顿时眼泪汪汪 小孩姐我觉得我都没资格继续担任副左官 结果他一说完就传来了爸爸的目指声 到此为止吧 你这是在孩子面前做什么吧 说吧爸爸便抱起女孩准备去住 临走前他看了眼跪在地上的副左官 你居然因为这种小事就要辞职 真令人失望 那就放你几天假吧 副左官反应过来爸爸便抱着女孩光速离开 之后反应过来的副左官当即大声回应 公爵大人我愿意服侍你一辈子 是你不让我辞职的 之后可不能反悔 副左官的声音大的几乎整个公爵府的人都听到了 给爸爸整个尴尬的不行 之后父女俩一起来到了餐厅吃午饭 突然爸爸主动提出听说市区有个炼金术室或复活术 所以他今天决定去看看 不过会在晚饭前回来 果然还是没办法轻易消除他想复活妈妈的事 但他现在能主动汇报形成你是件好事 于是女孩欣然同意了 当晚他照例端着草莓蛋糕在窗口眼巴巴的等着小胖鸟来送信 这已经不知道是他等的第几天了 难道因为需要帮助的重生者太多了他忙不过来吗 正当他准备放弃时 小胖鸟急切的声音传了过来 不要扔掉 那不是给我准备的吗 说完他直接一头扎进了蛋糕 见了女孩满脸都是奶 但好在他这次又带来了神明的戏 否则那一身黑毛非得被女孩拔光不可 这次神明的指示是让他阻止爸爸继续出门 按照这几次的指示来看 神明的意思就是想让他改变原作剧情 但这样真的可以吗 想到这里女孩陷入了沉思 连小胖鸟的呼唤都听不见了 气得小胖鸟猛啄了一下他的脑袋 这才让他回过神爱 突然他四十想到什么一脸殷切的看向小胖鸟 你可以帮我转达回信吗 结果小胖鸟表示按照规定来说是不可以的 同时他也不能透露寄信人的任何信息 一听这话女孩直接当着小胖鸟的面板信思了 这操作直接让小胖鸟猛逼了 我活了几百年 还是第一次见你这种当面反抗的人 结果女孩听到这些脸色猛的一边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交流本来就是双向的 既然我不能回信就只能用行动来传达 配角也是有人权的好吗 而且我只是想知道我重生的理 以及现在做的这些事是为了什么 难道这也有错吗 希望寄信人能早日给我答复 小胖鸟背开着明顽不灵的模样气着 寄信人要知道你这样肯定恨不得把你设 再说他写的也够清楚的了 为什么你就是不懂呢 小胖鸟的话狠狠刺激到了女孩 她忍不住大声怒吼 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活了一百世人生 每一世都是恶棍的女孩 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你知道有多辛苦 对此小胖鸟表示根本不想听 于是她直接挥着翅膀走 女孩看着她远去的身影默默低下了头 我只是想知道摆脱现状的方法 这样爸爸就不用那么辛苦 想到这里她冲着小胖鸟离去的方向大声喊道 你这个坏鸟 下次记得把蛋糕钱补上 姐再也不会请你吃了 结果她刚一说完 就尴尬地发现爸爸不知何事出现在了身后 于是丽莎喜提了爸爸的教育 她觉得女孩之所以会做出和鸟对话的奇怪举动 都是丽莎教的 而且她还曾经抛下年幼的女孩一个人在花园里 这样不合格的侍女实在是太差劲了 没想到这话刺激到了丽莎 她直接开始和爸爸互相伤害 我承认我做的的确不够好 但公爵大人你也没好到哪里去 整天晚上喝得不省人事 而且还天天不着假 难道身为父亲的你就有一身作则吗 要这么说你也是最差劲的爸爸 眼看形势越来越不妙 女孩刚想上去劝阻 却被辅佐官一把拦住 接着他们就看到了极其震惊的一幕 没想到爸爸居然被丽莎的花整自闭 一是英明的恶魔公爵大人 就这样壮烈地败在了小小侍女的手里 因为女孩的一句想要 爸爸就毫不犹豫地收复了子绝家 当年仅五岁的女孩成了千万富翁 整日畅游在金钱的海洋里 不久前爸爸被丽莎的一句 史上最糟糕的爸爸整破坊 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中 但女孩都看不下去 她迈着小短腿 蹬蹬蹬地冲到两人面前 我说你们两个为什么要说出那么伤人呢 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是我最爱的人吗 丽莎你做得已经够好了 我还时常觉得你给我当事女士去谈 结果丽莎听到这话话更生气 但是小姐我想照顾你一辈子 眼看形势不妙 女孩只能把目标对象改为爸爸 在我看来爸爸也很棒 每天都陪我吃一日三餐 没想到这话差点让爸爸当成岁点 我能为女儿做得尽只有这些 如果夫人知道一定会失望 就在女孩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丧气的两个事 一个侍卫突然急匆匆地冲进来回报 公爵大人如果您不忙的话 赶快来趟地下牢房吧 爸爸一听这话一把拽过女孩 然后抱着他就直接冲了出去 整个女孩一脸猛逼 不明白爸爸为什么突然带他来这种鬼地 难道刚才被刺激的还没反应过来 接着爸爸就捂住了女孩的眼睛 然后让侍卫汇报嘎声了什么 原来世子爵在被关在地下牢房 折磨了四个月后终于快逃 于是他就毫不留情地独打了西安一度 总算引起了侍卫们的注意 女孩对他的行为比一步 特别是在得知对象是西安后 他更是气场 而爸爸同样也很生气 玲玲说过要把西安安排去治疗 怎么会被送到地下牢房关了起 一经审问才得知了 是侍卫们的疏忽导致的 气得爸爸打算狠狠惩罚他们一分 但女孩知道眼下西安更重要 于是当即要求爸爸先给他治疗 在他一句最喜欢救助他人的爸爸后 爸爸终于一扫之前的阴霾振作情 立刻命远把西安送去治疗 安顿好西安后接下来也该处理 想到这家伙曾经那样欺负他的妻子和女 他突然很赞同女孩之前的说法 打算从他的手指开始一点点折磨 妇女俩如出一折的狠毒 差点把自己吓鸟 但女孩知道就这么把他杀了实在是太贫义他 于是他连忙叫住爸 正当侍卫们以为女孩是觉得杀人太残忍不忍心事 下一秒女孩的话让他们目瞪 如果他死了财产该怎么办 他还欠我很多报仇 我帮他们家擦地 打扫厕所 浸躺衣服 蒸垃圾 干了这么多活 他可是一分钱都还没给他 听完女孩的话 爸爸的脸色越来越黑 当即就命令辅佐官把子爵名下的所有财产都寄到了女孩名下 在那之后的一个月后 子爵的领地上陆续换上了代表公爵甲的黑宝旗帜 这无疑不是像众人招视了子爵的死亡 而子爵夫人得到消息后也只能赶紧跑路 他早就劝过他那个倒霉鬼丈夫不要随便轻视落魄的公爵夫人 可他偏偏不听 这下好了直接搞得灭门了 如果再被查出他们家的那些黑色产业链 那就更加难避免刑罚了 于是他只能趁着公爵家的人到之前赶紧跑路 正当他忙得焦头烂额时 居然有个黑衣男上门找西安的奴隶档案 看到档案被他一把抢走 子爵夫人反而松了口气 毕竟那份档案对他来说也是个烫手山运 而瓦鲁亚公爵家收复子爵家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其他家族的耳中 在听到爸爸把自觉家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年仅五岁的女孩后 家主们都绷不住 但碍于爸爸的强势他们也是敢怒不敢 眼下只能等爸爸参加摒弃会议 才能确定消息的真假 但问题就是那个疯子 因为老婆离家出走已经五年没参加过会议 现在他又忙着复活老婆 感觉今年也是无望参加 地旁的贝尔公爵越听越生气 他实在是受不了大家总是对那么一个岌岌可危的家族如此关注 于是当即自告奋勇表示自己会亲自去确认一下 一时间他就成了整个会场上所有人的救星 另一边黑衣男把抢来的奴隶文件给某个女人看了一眼 女人表示这东西他暂时不方便收就让黑衣男继续保管 然后又询问黑衣男有什么新的情报 黑衣男当即表示 听说爸爸这些天的异常表现都和女孩有关 如果有需要他可以随时去处理 但女人却让他先进观其变 他很好奇席安后续的表现 而席安在被送去治疗后就进入了漫长的康复期 这让女孩欣慰不已 他可不想就这么失去第一次交的朋友 这时丽莎突然扛着个大麻袋过来问他有没有准备好 女孩看到他手中的袋子顿时兴奋不已 当即让他放马过来 于是接下来丽莎就开始大把大把撒钱 而女孩则愉快地畅游在金钱的海洋里无法自拔 现在一切都在往着好的方向发展 说不定他很快就能筹够资金离开 不够或许也可以阻止爸爸遇到皇后 或者让他不再对皇后拥有的神圣力之主 这样是不是他们就能一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正当女孩陷入沉思时 突然被丽莎和辅佐官喊醒 丽莎对着小手指一脸害羞地询问道 小姐你觉得是我送你的白毛王好 还是金钱好 虽然知道说钱好丽莎肯定会伤心 但女孩并不想说违心话 于是只能尴尬地表示自己更喜欢金钱 而一旁的辅佐官听到这话突然跃跃欲试 那我和金钱小孩姐你更喜欢呢 女孩见他那殷勤的样子 直接无情地说出他更喜欢金钱 这时爸爸突然也加入了这个问候 那么爸爸和金钱你更喜欢呢 在血脉的压制下 女孩毫不犹豫地说他更喜欢爸爸 结果爸爸却点着他的小鼻子说他说错了 小笨蛋你应该两个都要猜对 为了不让爸爸彻底黑化 女孩本该阻止他去群岛遇见皇后 谁知他竟一声不吭抛下他偷偷去 这让女孩的计划还没开始就失败了 不过好在距离家族灭门还有十四年 在这十四年里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解决方法 就在前不久爸爸和女孩的妇女关系终于得到了十大的进展 而爸爸的变化也让女孩开始动力 甚至萌生出了放弃逃离这里的想法 企图通过改变爸爸让他们一家过上醒出的生活 但他对这两种选择还是有些摇摆不定 于是就有了和内心的小人一起开会的梦 丹马尾的自己坚称应该尊重人物 毕竟他们是专业的龙套配角 不随便去干预剧情的发展是基本的职业素养 但双马尾的自己却觉得丹马尾的说法太自我 这次意外的重生显然是神明给的一次结果 再说如果真的是他们搞错 也不会整整五个月不对他们进行制裁 甚至还派了小胖鸟送信指导 而且未来女孩真的能做到抛下这里的一切潇洒离开吗 他真的忍心在看到瓦鲁亚家族被灭了 女孩一听这话立刻反而丹马尾突然也觉得双马尾说的很有道理 于是他们三个当即一拍集合决定留下来守护大家 而让爸爸真正彻底黑话的人 就是在群岛遇见了拥有神圣力的王 所以女孩决定无论如何都要阻止爸爸去群岛 但此刻的女孩完全没想 在她沉浸在梦乡里开大会时 爸爸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去群岛 离开前她还特地赶来他们看人 在看到她小小的手紧紧拉着她的大手扑人方式 她的内心突然柔软的一躺 竟想把女孩一起打包带走 要不是是为反复强调群岛的环境极其恶力 她也许真的会做出那样疯狂的举动 最终她还是依不舍地准备前往群岛 临出门前她嘱咐辅佐官这段时间要好好照顾女孩 不出意外她会在三周后回来 然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 次日终于明确目标的女孩一起床便干净满满 看到丽莎后直接一把扑进了她的怀抱 丽莎虽然你平时有点牢道 但你也是我重要的家人 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谁知丽莎在听到女孩把她当作家人后激动的热泪盈狂 当即给了女孩一个大大的拥抱 差点没把她给勒死 接着在准备去吃早饭的路上 府里的每个庸人都热情地和女孩打个招 让女孩心情越发美妙 这如同主角一般的人生也太棒了 她还特地去花园里摘了一些漂亮的花放在花瓶里准备送给爸爸 结果等她来到餐厅却看到了一脸憔悴的辅佐官 面对女孩的担忧辅佐官解释只是昨晚没休息 没想到女孩一听这话 当即安慰她一切都会好起来 第一次得到五岁儿童的开导让辅佐官备受挡动 但很快她又犯愁该怎么和女孩解释爸爸的离开 果然下一秒准备吃早饭的女孩就问起了爸爸的行踪 在得知她不仅去了群岛 而且还要三周后才回来室 也还差点当场碎掉 昨天她才刚答应姐妹们要阻止爸爸去群岛 结果计划还没实施就夭折 这对她来说无疑是天大的打击 于是她当场华丽丽的晕倒 吓得丽莎他们连忙叫了医生过来 正当她痛恨爸爸这个混蛋这次居然不告而别识 医生却说她没什么大碍 只去好好休养几天就行 气得她直接怒斥医生是庸医 医生叔叔你根本就不懂 我这是心理疾病 你太让我失望了 医生一听这话顿时怀疑起了人生 而女孩子那天起一连好几天都没在理任何人 正凭侍女们怎么劝说都没有 不过也许时间真的是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 到了第四天女孩已经完全冷静下来 还开始炫起了草莓蛋糕 毕竟她仔细想想现在还没进入真正的死局 距离他们家被念门还有整整十四年 她就不信这十四年她还找不到解决方案 这时她突然听到了门口侍女的聊天 他们正在为她终于愿意吃东西得到高兴 甚至还变态似的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突然一个侍女小心翼翼的询问 丽莎需不需要和女孩汇报习安的事 尽管说得很小声 但还是一下就被女孩捕捉到了 于是女孩当即一把推开房门询问习安怎么样 并让丽莎赶快带她去看看习安 昏迷多时的习安终于醒了 结果她却惊奇的发现 曾经和她同病相连的小女孩 竟摇身一变成了恶魔公爵的掌上明珠 而且还对她出奇的好 不久前女孩从侍女们的口中得知了习安的消息 当即就要求丽莎赶快带她去见习安 不过听之前侍女的汇报来看习安的状态 这让她不免有些担心 等她来到习安的房间后 侍女们就像看见了救星一般 立刻让她去帮忙劝劝习安 等女孩亲眼见到情况后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原来苏醒过来的习安怎么都不肯吃东西 任凭侍女们如何好言相劝都不听 而不吃东西的话 她就没办法赶快好起来 这令侍女们头疼不已 突然一个侍女注意到了在门口偷看的女孩 当即和她请问 而习安在听到女孩的名字后 眼里瞬间有了些许光亮 真的是你 女孩见到这样的习安无奈地笑了笑 没错我来了你就得好好吃饭 还有病患不能一直站着你快坐下 结果习安却拒绝了这个要求 一脸严肃地看向你 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是农病 你该不会也是被那个疯子带来这里 说到这里习安的伤口突然痛了起来 疼得她差点站不住 但她还是紧紧捏着女孩的肩膀让她快跑 你赶紧离开这里 这里的主人是出了名的恶魔 尽管知道自家老爸在外风平不好 但亲耳从习安的嘴里听到 还是觉得有别冒犯的 不过女孩并没打算和习安隐瞒这件事 于是当即把侍女们之论 在看到侍女们都对她毕恭毕敬式 习安似乎也意识到 原来你是瓦鲁亚公爵家的公女 为什么偏偏是女孩 看到习安那样落寞的神情女孩 没错我的确是这里主人的女孩 是我特地拜托爸爸替你之内 还有我们俩之间不用说情 怎么叔叔怎么来的 结果不管女孩怎么劝说 习安偏要一直用敬礼和她说 气得女孩忍不住想和她好好理会女孩 谁知习安却毫不犹豫地避开了她生爱的事 难道她是因为她是爸爸的女孩就讨厌她 例如前世那些假意和她交好的复家千景一般 他们其实根本不想和她交朋友 只是碍于身份地位不得不和她周旋吧 而她今生交到的第一个朋友 其实也和那群人应了 想到这里她也没有再过多为难习安 而是让丽莎准备了一些饭菜端进来 她要求习安必须吃完饭才能接受治疗 但习安却觉得如此丰盛的饭菜她负担不起 对此女孩表示这些不会问她索取任何费用 治疗结束后习安可以随时离开 眼下她只是希望习安能好好养好身体而已 看到女孩那一脸阴切的模样 习安总算愿意吃东西 只是她不想吃昂贵的牛排 只想吃些小麦面包 女孩没想到她居然如此难搞定 只能无奈表示如果习安不吃 那她就只能把价值三个金币的牛排扔掉 毕竟可没人会吃奴隶的剩饭 在听到牛排价值三个金币后 习安果然动摇了 只是她还有个难以七尺的问题 那就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吃牛排 并还没想到她居然连这个都不会 于是当即用叉子插了一块牛肉 让习安张开嘴 起初习安是不情愿的 奈何女孩实在是太热情了 她只能任命乖乖让她投喂 成功为习安吃下牛排后 女孩也是欣慰不已 当即伸出小拇指打算和习安约法三章 之后你要答应我以后 只有我们两个人是不准说禁女偶 为了改变家族的悲惨命运 五岁小女孩决定 趁半夜偷偷撕毁重要文件 谁知竟被自己朝夕相处的侍女给出卖 让辅佐官当场抓了个正找 前不久在女孩的安抚下 习安终于愿意好好吃饭了 只是她似乎对巧克力牛角包情有毒忠 每次吃饭都会找侍女药 女孩听到丽莎这样说顿时汗颜不已 没想到她重生以来 第一次发善心给习安吃牛角包 竟让她一直念念国王 该不会她是中了牛角包的毒了 怎么会顿顿都要吃 导致如此当初应该给她吃点别的才对 但是她那个弱不禁风的模样 感觉不吃东西马上就要晕倒 所以她也是迫于无奈才拿出牛角包印记的 看到女孩苦恼的模样 丽莎当即提出一会儿要不要去看看习安 女孩想到习安那副敏感的模样还是决定算了 现在的她应该更需要一些独处时间来接受现实 不过昨天习安的反应倒是有些奇怪 一般人如果知道对方是贵族 都会不敢直视那个人 但习安在知道她是宫女后明显愣了一下 还一脸落寞地问为什么偏偏是她 她似乎并不害怕贵族 却是为什么呢 还是她多虑了 其实只是习安对贵族有心理阴影了 正当她陷入沉思时 窗外突然落下一道惊雷 然后就吓起了瓢泊大门 接着丽莎一把把她搂进了怀里 哎呦我们宫女一定吓坏了吧 别怕有我在你身边呢 看到丽莎如此热情的模样 女孩只觉得生无可恋 但这样的雨天让她不由地想起了前世发生的事 下一秒她就在门缝中看到了辅佐官的身影 前世家族的一变就是从辅佐官开始 所以今生她虽没来得及阻止大马 但一定要阻止家族即将发生的灾难 于是她和丽莎约定好 凌晨两点由她支走辅佐官 然后她趁机悄悄溜进办公室处理文件 结果由于是小孩子的身体 让她差点睡过了头 不过好在她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最终还是打起了精神 这时丽莎留下的纸老鼠突然动了起来 这是她和丽莎约定好的信号 只老鼠动了就代表可以行动 于是女孩当即悄悄溜到了办公室门口 看到这里果然通无一人 但女孩不由为丽莎的执行力点个赞 如果计划能顺利进行之后 她得好好奖励丽莎才行 就这样她一路顺利地进入了办公室 只是在搬出抽屉里的文件时却出了意外 因为文件太重导致她一个不稳权散落在地 虽然已经弄得一团糟 但还是要抓紧找到文件才行 经过一番搜寻女孩终于找到了 关于断了多罗王国资金链的提案 两年前多罗王国曾和帝国开展了一场争夺领土的战争 当时由瓦鲁亚家族代表帝国出战 爸爸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胜利 后来多罗王国成了帝国的附属国 还把混血王子彼得当作人质送了光 但没过多久多罗王国突然失联了 瓦鲁亚家族认为应该就此断了多罗王国的资金链 而正是因为这件事让他们加倍彼得击合 在很久之后的未来 彼得成了帝国的国王后 直接把矛头对准了瓦鲁亚家族 就此造成了家族的负面 想到这里女孩当即就想撕毁这该死的提案 结果下一秒辅佐官就出现在了她身后 差点把她吓得魂都没了 好在她很快反应过来当即大声呼叫几个侍卫 谁知却看到了匆匆赶来的丽莎 难道辅佐官的突然出现都是因为丽莎 但丽莎不应该是站在她这一边的才对 对此辅佐官表示 其实他们都是站在女孩这一边的 只是作为大人他们有义务好好教育引导女孩 女孩听到她讲的这些屁话 忍不住狠狠咬了她一口 然后又迫切地想听听丽莎到底是怎么想 结果丽莎的回答却和辅佐官一样 这顿时让女孩伤心不已 就连你也要抛弃我妈丽莎 丽莎听到这话突然觉得良心很痛 然后留下一句对不起就匆匆跑谈 究竟他们主仆二人还能否重归于好呢